试试看 下一题的话就是成绩了 ABCV 这一题也许比较简单 请各位就自己再练习看看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要向前再推进 做一个什么 计算BMI的一个小程式 那这个BMI的小程式 请你Google一下 Google BMI BMI 我们Enter一下 你会发现的第一个 最后一个什么 BMI 第一个计算 这个计算 那这边就有相关公式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再写一个计算BMI的小程式 OK 那你应该在Python里面该怎么写 反正第一个我们Input OK Input的话你要跟他讲说 请输入身高几公分 请输入体重 OK 然后我们有他的身高跟体重 然后告诉他说 他的先输出什么 他的BMI多少 OK BMI公式在这里 他的什么呢 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身高平方刚才有嘛 乘乘 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他的BMI 不过身高的话呢 要用公尺 不是公分 所以你必须要把他输入的公分 再除以100 变成公尺 才能算出正确的BMI 那算完之后呢 底下有评语 比如他BMI呢 如果小于18.5 那就过轻 18.5 到24 算正常 那异常的话就有过重 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跟重度肥胖 所以他没有一个逻辑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哇 比刚刚还更复杂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呢 其实 基本上你拿 刚刚写完的程式拿来修改一下 应该也OK 只是说多一个条件 比如身高再多一个体重 应不怕只变两个 所以需要两个变数 那 这边的话 请各位先想想看 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 如果自己可以写出来 那恭喜你 以后你写东西 应该就会更加的 得心应手 试试看 那另外好像你们也有那个 最后会需要 做个专题 所以 你可以想想看 你对什么样的题目 比较感兴趣 OK 那至于要怎么去 去呈现 也许就是我们上课讲的这些 实际的案例 那我们可以 让它变得更漂亮一些些吧 不要只是说做个BMI 这样就混过去了 你可以 至少 比如说 至少后面有资料库吧 对 可用的啦 但是也不要想 天马行宫 自己都 做不太出来的 当然也不需要 把 围难自己嘛 OK 可以想想看 因为其实像这种课程 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去实作 等到你会了之后 其实 很多问题都变得比较简单 就怕你都没有动手 用眼睛看诚诗 这种一定学不好 OK 试一下 好 winter 我